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又发生了急性的心肌梗死 急性的脑梗 这都是临床上非常常见的 所以这个便秘我们要去重视它 如果是能够通过这种生活方式的改变 能够去缓解 比如说上厕所不要看手机 经常吃一些蔬菜水果 多喝点水运动 能够缓解 那么就坚持这些好的习惯 改掉那些不好的习惯 那么如果是通过这些改变生活方式比较难解决了 那么就建议去寻求这种专业医生的一些帮忙 那么今天就和医生通过这种中医方面的 一个非常常见的一种类型的便秘 跟大家讲一讲 通过一个一味中药来去解决这种便秘 那么这种便秘为什么非常常见呢 因为很多人这个便秘呢 它是伴随着什么呢 一个呢是没有力气拉 第二个呢就是胃口不好 那么第三个呢 就是它便秘呢不一定很硬 它可能是软的 但是呢它几天才拉一次 而且拉得也很不顺畅 第四个呢就是说 它可能存在着一些舌苔又特别的厚 舌苔特别的厚 这种湿气比较重 所以如果这种类型的便秘 有刚刚讲的这些症状 那么就是属于脾虚型的 脾气虚弱型的这种便秘 那么讲这一个便秘 如何去治疗之前呢 和医生还是按照惯例 跟大家讲一个 和医生门诊当中一个经典的一个议案 我们一起去学习一下 中医治病防病的一些医理 那这一个病 病例呢是姓李的一个女性 如是二岁 她呢是从我们清远市区那边过来 和医生在清远市的一个县级市 的人民院上班 中医科 那么她呢就从市区那里过来 特地跑过来 也是和医生的一个忠实的一个粉丝 那么她呢经常也看和医生的视频 讲了很多其这种关于 这种脾虚脾气虚弱型的便秘的 一些治疗的一些视频 那么她呢就根据和医生 指导的一些方法 那么她呢就经过这种 药物的治疗 那么就得到了明显的改善 因为她这种便秘有很长时间呢 有五年的了 反反复复去的很多地方看 都没有没有改善 但是就是看了和医生的视频之后 就得到了明显改善 她就一定要就想亲自来找和医生 再看一看 因为确实也挺有效 还是找到和医生 亲自看一下可能更好 所以她就过来了 那么她过来呢 她这个就详细的了解一下 她便秘有五年 而且经常都有腹痛腹脏的情况 腹痛腹脏的情况 胃口一般睡觉也不好 然后呢 她就经过和医生的治疗 那种介绍的方法 也就是四菌子汤 然后呢 把白竹的这种 这种剂量 相对用得大一点 那么经过治疗 她自己服用以后呢 就好很多 然后就过来 那么和医生给她把麦的 蛇 看她的舌头呢 舌蛋太白的 也是很典型这种脾胃虚弱的一种舌头 麦呢 也是比较色 比较色 不是特别虚 是色麦 就是很不通的麦 所以呢 和医生呢 就在这一次呢 给她开药能一个思路呢 就是用四菌子汤 然后白竹 这个加蛋 也是这种思路 白竹用到了六十 生白竹 一定是生白竹 然后呢 同时呢 就加了一些 加了一个四逆散 也就是四菌子汤和上四逆散 因为四逆散这种柴虎啊 制食 白少 制干燥 这几个药也有很好的这种形器的作用 为什么 因为她麦很不通 很色 色麦 很不同 所以就把四菌子汤跟这个四逆散 合在一起来用 那么也开了七天 开了七天以后呢 她当时是 去年的十月九号来找合医生看的 那么她呢 就隔了将近半个月才回来复诊 因为去确实比较远 那回来复诊的时候呢 就 她就说服用以后呢 一直大病都很通畅 这五年来的大病都很通畅 都很通畅 那么这一次呢 就想把她长期的这种失眠 也想找合医生 好好去看一看 所以这一次呢 黑医生的就 那种白竹 就量就减下来 减下来 因为她大病已经正常 减下来 然后同时呢 加了一些 治疗她就失眠的一些药物 所以从这一个案例当中呢 我们要学到什么东西 给我们有什么期望 那么第一点就是刚刚说的 有一种类型的便秘非常常见 就是脾胃虚弱性 脾胃气虚性的便秘 那么这种便秘呢 最常见的表现 刚刚也讲了 黑医生再跟大家 复习一下 强调一下 一个呢 就是胃口不好 整个人疲倦乏力 干什么都没什么劲 然后同时呢 多伴随这种 这种 这种就是说 没有力气拉 或者说 她大病不一定是硬的 是软的 也是几天拉一次 没有力气拉 很不同畅 再一个呢 可能她脉象也是比较弱的 或者说她舌苔 比较厚腻 伴随这种 弹湿比较重 湿气比较重 那么这些情况 其实就是脾胃虚弱 同时伴有弹湿的一些症状 所以这种类型的便秘呢 何医生是不建议 单独用一些通便的药 比如大黄 学名粉 这些药物来去直接通便 直接通便 其实通也很快 用这些药 但是不建议用这些药物来去用 那么这种呢 还是需要 包括就是用一些乳果糖 吸用的乳果糖 何医生也不是很建议的 因为这种还是要治疗它的根本 根本就是脾胃气虚 这个是要需要大家学会的 怎么去判断 是脾胃气虚导致的便秘 第二点呢 就是说 这种类型的便秘 非常好用的一个药 就是生白猪 但是呢 一定要大 一定要大 生白猪 一定要生白猪 那么这种 生白猪量大的时候 它就有很好的 脂液通便的作用 健脾 蕴脾 补气的作用 脂液通便的作用 这一个经验呢 其实呢 在古代的一些医家 都有一些论述 特别是近现代以来 有很多很多的中医大家 都有这一方面的经验 都有这方面的经验 都有这方面的论述 所以何医生临床观察呢 也是一样 有很好的这种 脂液通便的作用 包括我的太师傅 他的书里面 也详细论述了 这个生白猪治疗便秘的 一个作用 所以呢 这一个呢 还是需要大家 去一起去 学会 特别是 和医生的粉丝里面 这种中医爱好者 中医初学者 那些大疑大恶的学生 还是 学会这一个经验 在临床上 以后临床的时间当中 好好去用一用 看看是不是 真的有效 那么大众粉丝呢 也可以好好去学一下 这个 那么如果是属于 脾胃去学的 可以用生白猪 单独包水 都是可以的 好的 那今天呢 就跟大家聊 这种非常常见的便秘 如果大家觉得 视频有帮助呢 欢迎收藏 评论 转发 好的 关注何医生 健康 华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